金山区公所推动了健保卡在地申请在地制卡业务 一年多过去了焕发超过2000张的健保卡 而另外公所还新增了手机电邮照片传输服务 让代理人协助补办健保卡更加方便 金山区公所前年与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 跨机关合作推动健保在地申请在地制卡的业务 一年多过去补换发超过2000张健保卡 以往办卡去邮局要等7个工作天 如今公所在地制卡等待10分钟就可以取卡 另外公所还新增了手机电邮照片传输的服务 让代理人协助补办健保卡为带照片 换发更加的方便 是的 那我们这个金山这个健保服务站的2.0 那自106年6月29号开始到我们今年107年底的时候 已经2253件 因为它有不受户籍的限制 能够在地申请 能够在地制卡的服务非常棒 那我们今年107年的时候 那个健保署特别跟公所服务 就是健保2.0 就是说来代理人 他申请万一万了带照片 直接从手机来传输给我们同龄 那的确是这个服务能够竞进一个里程碑 社会人文科林贵寿理发现 不少民众要办健保卡 来不及拍证件照或是没带照片 去年开放以手机传送点子档的照片 但因为档案类型也不一定是JPG档 因此同人还必须要协助转档 才能够顺利来办卡 这也让民众感受到贴心便明的服务 那我可以使用您手机的照片 帮您做编辑 所以健保卡的照片生活照就可以了 它不用就是要求一定要露眉 或是露了一点吗 就是一般生活 那个照片的部分 还是要给我做检验的部分 清单区公所表示 民众由健保卡补换发需求 只需要公本费200元 身份证或是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证本 加上照片一张或是公所有零贵 拍摄大头照都可以 服务对象也不只限新北市居民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多加利用 记得和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